你们还记得《大话戏游中,痴情又美恩》的春十三娘来接音吗?当年他和刘嘉玲、吴俊如、刘清云等等都是同班同学,有两句舞台山的称号,春天然,真的是很美了,本来前途可以算是一片光明了,但是他却突然意外精神失常被迫吸引。 后来再有媒体拍到他,都是说他疯疯癫癫,经常去吃人家吃生下的吃食,穿着也是非常的邋遢不堪,像乞丐一样,大家都说蓝结英疯了。 对于蓝结英来说最致命的打击,就是蓝结英曾经被影坛大哥性侵,蓝结英当年接受记者采访,他亲口承认自己,曾经被两个影坛大哥强奸,震惊娱乐圈。 今天有媒体爆料,当年采访蓝结英的视频,而且还是无删减版,因为当年视频中那两个大哥的名字被屏蔽了,视频中蓝结英亲属自己被娱乐圈的两位大佬强奸,一位是已经过去的香港著名演员邓光荣,一位是曾志伟,当年大家的矛头还都是指向成龙和向华强,有媒体指出该视频存在一点。 1.2013年发布时,采访就位男生,而此次却变成了女生。 2.提问者发言大体一致,但仍有少许出入,存在重新配音的嫌疑。 3.如果是配音,可能是为作假,或是为了保护提问者。 3.当初还有报道说,曾志伟为蓝结英提供了帮助。 3.几年前,刘嘉玲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,当记者问到蓝结英的问题时,刘嘉玲还说,只有曾志伟能走进他的世界。 4.如今又被爆出这些,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4.这个爆料一出,让人不禁震撼,很多关于曾志伟的传闻又被挖出来了。 曾志伟下午针对蓝结英的采访视频做出了回应,因为蓝结英的精神失常,没有办法判断真相。 5.但不管事实如何还是让人唏嘘,前段蓝结英重新梳妆打扮,回到了公众的视野,远回了黑发的蓝结英看起来精神不错。 6.这些至少证明他已经走出阴霾了,希望以后的日子里,蓝结英能被岁月善待,也祝福他有着幸福的生活。 6.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